我覺得這個牌子的發音真的很難唸 Jambautista Valle 所以我從認識以來到現在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唸的到底對不對 然後於是我就上網搜尋它的正確唸法 它應該就是 Jambautista Valle Jambautista Valle Jambautista Valle Vogue台灣 下來 嗨,Vogue台灣請進 哈囉,Vogue台灣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莫莉 今天呢,我想要搶先跟大家分享幾樣 我自己最喜歡的這次 HMM跟Jambautista Valle的聯名款 我最喜歡哪幾件 我现在铺在这边给大家看 究竟这样浮夸的款式 要怎么搭配 可以变得比较日常的感觉 首先呢 就是我身上这件 他们的联名系列的帽T 它是嫩粉色的 其实我觉得这件应该是 最基本的入门款 因为它就是这种帽T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每天穿 然后我下面就是配了一个 非常日常的浅色牛仔裤 你去旅行 还是你在日常逛街 甚至机场穿搭都可以配 这件毛的皮衣 搭后背第一时间觉得 天哪这怎么好像有点浮夸 穿出去会有点招摇 跟你讲不用担心 只要你配的日常 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搭的 原本呢 它的设计师 其实上面是搭配 这个红色的皮裤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细节做得很好 你看他们这个吊牌 这边还是这种缎带 非常的浪漫 就是很符合这个品牌的这个精神 我的话 我会搭配一件这样子 比较深色日常的牛仔裤 这样的话 你这样下面搭配啊 就比较不会这么这么的夸张 然后你就比较可以日常做穿搭 然后可能里面我就会配一个这个小可爱 非常强烈的这个 爆纹西装外套 这件其实是男装 因为我这次其实觉得它很多男装 女生其实也都可以穿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穿这种大件的款式 然后比较霸气很有气势 如果呢 你是选这种比较花俏的款式 你的里面呢 其实就可以搭配素一点 素面的黑色小可爱 去配在里面 然后下面是这种剪裁 一场干练的这个西装裤 你可以这样配一整套 它其实看起来就不会这么夸张 参加一些比如说party啊 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年底了 你要跨年 或是一些圣诞聚会 你就想要比较低法气势的感觉 你就可以配这一套男装 可是它的那个毛非常非常软 来小编摸一下我的毛 手给我 是不是非常的软 哇 很软 很软气对不对 就是它这次的那个质料 真的用得非常好 这一件呢 就是你冬天不可或缺的一件 霸气的长的毛毛的大衣 然后你里面呢 其实也是可以配刚刚那个 比较素面的 这一次的一些小饰品 我也觉得很可爱 首先你看我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是个联名系列 它就是有点这个钻的款式 然后配金饰 看这是不是很可爱 你就可以这样手拿 然后它还可以这样子拆掉 或者是你可以放上去 它就变肥的 有没有 然后配我这个 就很Q 呵呵 它这个小包包 有没有觉得超迷你版 然后我给你讲 我帮大家想好这可以放什么了 我跟你们讲 信用卡放得下 信用卡放得下 然后你还可以放一只这个小唇膏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带出门 有没有 不爱带什么东西的女生 就可以这样 今天就出门了 我逛街什么都不用带 就带个唇膏 然后跟一个信用卡 就OK咯 它有另外一个爱心款的 其实你知道 通常这种小包包 它现在不一定是要功能性 你也可以就这样挂在前面 它就可以当一个这个 小饰品 也非常的可爱 很精致的这个小嘴唇 这双就是非常漂亮 性感的高跟鞋 然后因为它这边有做这个交叉的设计 所以它会让你整个的脚背 看起来很性感 然后脚非常的修长的感觉 然后这边还有一样是这个嘴唇的设计 然后有水钻在上面 因为通常靴子都是比较有个性的 可是因为它整个材质跟设计 它是做成这样蕾丝 还有一个小蝶叠结 所以它会个性里面又增添一种 小女人性感的浪漫感 那以上呢就是几样我自己挑选出来最喜欢的单品 那你最喜欢哪一样呢 更多这次联名设计款的消息 请锁定Vogue Taiw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